秀林鄉桃蒲閣部落年邁弱勢高齡老父柳壁霞 他多个儿子早年就相继过世了 整个木造家境简陋清寒 早年徒弟被法拍得标 买主于心不忍让他无偿居住 不过木造老旧房屋破损 柳壁霞他没有财力来整修 在乡名代表雷一楼奔走之下和地主沟通 木得了55万元新盖一处屋舍完成使用 而柳壁霞在村民陪伴之下也感动流泪 谢谢大家这么好心 一百零岁老阿嬷更常有的用态度给足语和热语 感激的心一言表 可以说是相当的开心 预言阿嬷的梦有新的房子可以居住了 而照顾101岁老阿嬷的女儿除了感谢 修园厂名代表莲英龙 她也在协助之下盖了新的房子之外 同时也向修园厂长王美贵 县长许仲恶以及淘博格文化健康站 也关心她的生活取机 她是相当的感谢 都是那个文件站那边 然后她会来给妈妈那个 呃 皇室啊 或是说那个 呃 生命两策这样子 呃 感谢感谢 呃 县长 乡长 还有连代表 还有我们的文件站 还有我们的地主 谢谢 回顾前三个月 下面代表林一龙 博写这位101岁 整起事件原委之后 林一龙积极奔波 协调与地主业文成沟通 地主不能将其驱离 再选定一处空地 让老夫人无偿使用 而在建筑物方面 有林一龙积极向外募款 在北部好心人士的帮助之下 林一龙也亲自掏腰包 办理所需 其之后 空地所新建的铁皮屋设 设置为设备完成 供柳碧霞使用 因为在两年前 就有听到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亲自来看 不过日前 还有一些公益团体 来看阿嬷的房子 看完之后呢 后续就没有一些 做执行的作业 然后他们非常的担忧 下一天 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 那严重影响阿嬷的 这个一些健康 甚至会发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意外伤害 那于是我亲自来看了 然后觉得势在必行 所以透过了一些社会的资源 非常感谢北部的提案救护的中心 以及包含我们一些的北部的一些爱心人士 在这样的这么艰激 非常的热心 捐赠的一些款项 这些款项大概募集了将近55万 把这些款项全部投入在阿嬷的这个修缮 也提升他的生活的品质 那至于我还要感谢的是 这个地主 叶文成先生 他也非常的有爱心 也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所 然后再来 他也没有收任何的一些费用 对在此深感非常谢谢他 感恩他 现在我们会也心疼阿嬷平时前来 探望给必要的协助 在此物色完成之后 刘必侠在村民陪伴之下感动流泪 面的整个设备 我看还是缺乏了一些冷气 还有就是加压马达 那因为毕竟老人家要洗热水澡 那有了加压马达之后呢 我看我们还要再沐一点热水器 来提供给我们这个宝贝阿嬷独孟 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环境 那当然毕竟他算是百岁人类 那我们新林乡只要是独居的老人 太好的情形的一些洗脑 我想我们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 来协助他 在这一次阿丁的公所团队 要感谢林一龙连代表的引荐 他才知道原来我们名有部落 有我们独孟阿嬷需要这样的一个帮助 那当然公所这里也不能做事不管 那其余剩下不足的地方 公所这里也会尽全力来连结资源 来协助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 能够做最好的最好的改善 谢谢大家 也谢谢各界的关心 谢谢 地方三星表示 下面代表任一龙经常关怀 秀人乡经济弱势家庭 以及竞品族群 目击许多三星人士物资 帮助乡内中低收入户 身心障碍者以及堵居老人 让乡亲感受到社会温暖 同时也造福更多的受住者 也期盼跑转于遇 让爱心以及善心投入地方真正的弱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